6月少旬,世界上有两场重要的夺边峰会,几乎同期举行,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和议论。 6月8日至9日,第44届西方西国首脑会议,在加拿大魁北科召开。 会议需要贸易问题,东大主代表运会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宣称,强调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的重要性, 将继续打击保护主义,减少补贴,也将协同努力落实现有国际规则。 在有必要的情况下,达成新规则以促进公平竞争等会议,也设计能源、环境、海洋、性别平等议题。 此次峰会议贸易问题发生了西方世界近年来最严重的内容。 其他六国认为,美方对其他国家家政港领关税,极强推崇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做法违反自由贸易原则。 美方坚持贸易以双边互会为基础,不能总是美方担包吃亏。 主办方加拿大对本次会议议题的设计,体现了让西方集团更团结,而不是更分裂的本意。 在认识与认为,在媒体面前形成一种其他六国旧贸易问题,对特朗普进行集体施压的氛围,保际期开成了非常6加1。 在与特朗普的单独会务中,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不断强调钢驴等金属出口,有关加拿大那日非美同工的安全,并试图向特朗普说明非美产业链合作的重要性。 特朗普提前离家前往新加坡后,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批评美国对欧加莫加征关税是个无阻,誓言永远保护加拿大工人和他们的利益,并宣布将在7月1日对美持续报复性关税。 特鲁多的表态激怒了特朗普,实际不仅公开指示,美方谈判代表拒签联合公报,还把推翻和骂特鲁多,摆出一副光巧温顺的假模样,非常过诚实且诺过。 另一项分歧是在对俄政策上,特朗普仍有意与俄罗斯修好,在本次峰会上提议将俄重新内入七国集团,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积极筹备美俄首脑会晤。 在被与盟友充分沟通的情况下,将会晤时间定在特朗普已确定出席的卫约峰会前夕的7月16日,引起欧洲不快。 但西方习国表面争吵背后仍需引起注意的是,美国与西方有围绕贸易问题仍进行了深层次的协调。 所达成的共识包括美国宣布对中国输媒产品加征关税,日本对中国部分钢铁产品开征版新销税,日本,欧盟分别向世贸组织投诉中国时事实提示性专利许可规定。 特朗普也在会议提议西方西国实现经济一体化,强固零关税,零补贴,零币类,并且变称目前西方内部的贸易纠纷是为了给将来实现有关目标做固定。 这或许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修改现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基本架构的全球贸易规则,以增强此深相信力,凝聚力方面,存在大方向上的原则共识,只不过这个过程会非常艰难甚至充满冲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信号是,会议联合公报第十九乔程,并重申强烈反对可能加剧紧张局势和损害地区稳定,与及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任何答弁行动。 我们敦促的方对正义党交采取非军事化努力,是完全控实性的。 加上六月初新加坡乡格里拉对话会上美、英、法、日、亦以及一些东盟国家依口同声,强调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其目标指向性非常明显。 据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同网界相比规模最大、级别最高、成果最多,创造了一系列上和组织的记录。 12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签署,减证了23块合作文件,突出了上海精神,形成了命运共同体意识,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上和主张。 强调将以平等、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为基础。 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平衡。 青岛峰会的成功举行证明了,一个领土总业绩约占全球陆地面积25%,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40%,经济总量约占全球20%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将以更加积极主动和有力的姿态,参与未来国际秩序的塑造。 并且,中国愈发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力量,将不断为其发展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注入中国动能,外界重视两个崩溃同期举行的政治象征意义。 认为,这传递出一种两个集团分情价里的信号,特别是在中俄与西方在国际秩序规则上持不同立场的背景下,甚至提出了两种世界秩序是否正在形成,彼此之间关系趋势如何的问题。 尽管上和组织一成比激国集团窄,其中心关系仍是打击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三、势力。 区域性合作向经贸领域拓展,仍面临较多困难。 但其对文明多样性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强调,只够勒出比坚守个人英雄范式和排大性思维的西方激国集团更符合未来国际社会普遍利益的愿景。 中国是无意挑起冷战式的知识对抗的,正如习近平主席在本次青岛风山提出的五种观念所反映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和持续的安全观、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平等、互建、对话、波容的文明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智力观。 这也正从上海精神一脉相承。 但不容否认,以正合组织和西方激国集团为代表的普通秩序观, 发展观必然会在未来国际秩序的眼睛过程中用各自的事实说话, 向人类证明哪一种协作路径才是符合世界场远发展的合理方向。 2018年7月2日,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闻TT NewsDX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